夜幕低垂 少了火辣太阳 照理来说要凉爽许多 但近几年夏天似乎不是如此 进入室内也不解门热 有间房间可能最热就是可能27吧 就是因为其实房间 它是在一个比较阴凉的地方 所以热不到哪里去 就它不是直接被曝晒的地方 那对 但最近的夏天 它就慢慢从27 28 一直到现在29 30 想不开冷气都难 因为热到流汗是小 但热到睡不着会威胁健康 根据研究适合睡眠的温度 在20到25度 如果升高至25到30度 入睡时间会降低至少5% 也就是躺在床上 清醒时间将增加半小时以上 极端高温的时候 会让我们的心血管加速的运作 希望把这个热量排除掉 那这个状况当然就比较有可能会增加 这种心血管的一个运作 更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所以这种比较频繁的心血管的运作 也会让我们睡眠 没办法进入到深度的睡眠 日本将夜晚到隔天清晨 最低温度超过25度定义为热带液 有研究进而分析 4到11月的热带液 发现死亡风险增加9% 死因大多是心血管和脑血管疾病 夜间的话就是胶感神经会慢慢慢慢地退下来 然后副胶感神经会上来的话 就会让我们可以心跳变慢 血压降低 我们可以休息 晚上的气温也不能够很适当地下降的时候 副胶感神经系统没有办法活化 那我们就会产生这个心跳也下不来 血压也下不来 那我们血液不容易 这个也会还会很凝固 至于台湾气象局也从1897年开始统计 历年7月暖夜天数前面将近一世纪才11天 但从1980年代之后倍数增加 2010年代创新高 而2020年开始才第三年就已经累计42天 恐怕未来罹患心血管疾病风险也会升高 医师表示睡觉时最重要的除了温度凉爽 更要让室温维持稳定 如果忽冷忽热身体就无法休息 加重健康负担 大海新闻林怡婷 万嘉宏台北报道 国际消息要来